当代艺术家吴天章今年五月将以别说再见为主题 代表台湾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他的录像作品《再见春秋格》 在夸张俗艳的华丽外表还有人像皮膜之下 要述说台湾百年来的殖民还有政权更迭 演员为了要带着皮膜演出 甚至需要带氧气筒才能够维持呼吸 今天一想世界要前进吴天章的工作室 请他亲自揭开神秘的制作过程 摄影是过去式的死亡行为 你按一下摄影的时间 那个时间就死掉了 可是它矛盾了 它留下的影像恍惚 恍惚一农晚在 所以我利用的东西都是 颠倒的东西 对立的东西 我把它整合起来 它有一条无缝之缝 自称作品怪怪的艺术家 今年要代表台湾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他是吴天章 皮膜包袱下的主角 由艺术家吴建兴单纲完成 1997年吴天章曾以摄影作品 《再见春秋格》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时隔18年 他再将平面摄影转化为录像作品 再会把春秋格 华丽吊诡的台课美学 吴天章说这是60岁 对创作生涯的回顾之作 就是说我对我人生创作的生涯 再回头去看看自己的东西 60岁的时候再见春秋格 但是我慢慢像孔子说的耳顺 真的现在已经很耳顺了 我把所谓文化的批评 或政治上的历史的 其实他买了国家的符号 我们对一个未来的浪漫的想象 这个作品其实它有 你看起来都是爱与死 爱情跟死亡 但是它有个命题 它对了未来 对国主 对国家的 一个新兴国家的想象 不断更替的场景 主角踩着轻快的步伐 从海军 水手 到飞官 吴天章像是变魔术一样 一进到底完成作品 从头上的帽子到其他 每件道具都是手工精心设计 这是我们用提早很早的时间 在进行制作 我们真的是失败力超高的高到 有时候真的 我做完一件魔术的作品 做完的时候我会感觉 恍如隔世 一些道具的部分需要考虑到气候的问题 像我自己的鞋子变色 大家会看到刚刚从黑色变成白色 那像这个吉他其实我们也 我们请了那个动作设计 然后请他 第一位图做出来可以量产的 它里头的螺丝丁 每一颗 你不要看它好像手工的 它是可以量产的 演员看似简单的动作 经过反复熟练的练习才能完成 屏幕下的主角 同时也是艺术家的吴建兴 还因为天气太过闷热 服装太厚 有时需要氧气筒 我跟他讲过再三的告诫 我任何的丰功伟业 都不顶你的健康 你不行的时候你就要喊咖 可是健兴机啊 做得很悲壮的 很动作 然后背景一点大一点 然后氧气筒给他 这样拍两条氧气筒的时候 我私底下跟我们团队 不要玩了啦 我明天再跟你一天啊 可是我们团队跟我讲 没有明天呢 为什么 有的道具已经正宗受请了 台湾馆首次以艺术家各展 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吴天璋以两件平面摄影 以及三组录像装置 让全世界惊艳 他华丽而诡决的艺术美学